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碧露青瓜斤最主要的材料有鸡蓉蘑菇和切片的青瓜 首先要把加落排的雞粉倒入清水 亦令雞肉有味道 把雞肉倒進去 攪拌均勻讓它快點熟 大約七八成熟度 我們就倒起它 然後用少許油把切片的青瓜炒一炒 其實你可以儲量給油 可以做到這個湯清一點 我們把青瓜倒進去 輕輕炒一炒 這個作用最主要是讓它快點 把青瓜煮軟 我們加入大概七百五十毫升的水 我們加入一粒雞味的加落排龍湯泡 大概煮十分鐘左右 我們再把其他的材料倒進去 我們有蘑菇片 剛才飛熟了的雞肉 當它煮滾了之後 我們用加落排英宿粉 加一個芡 一碗碧綠青瓜羹就完成了 做一個美麗的碧綠青瓜羹 其實都可以用其他材料 例如你可以用冬瓜 甚至南瓜做一個美麗的湯羹 但最重要是用加落排龍湯泡 就最好吃的了 很多專業廚師煮靚湯 會用天然新鮮原材料熬成的湯底 炭凍之後 精華會自然凝固成啫喱狀 加落排龍湯泡的靈感就是來自這個方法 加落排龍湯泡具備很多好處 而且用法簡單 煮起三碗水 加入龍湯泡和兩份材料 只需十五分鐘就完成 記住黃金口缺 三碗水 兩份材料 一粒加落排龍湯泡 煮食就永無難度 想拿到我們更多的資料 上我們的網址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不同食譜